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分钟命理 日主受克 在八字里面 我们非常害怕日主受克的这一种情况 因为在日主受克 他会导致一种现象 就是好的你感受不到 坏的你会感受特别深刻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你把日主受克当做 你被人家一拳打昏了 你昏倒在地上 这时候假如有人跟你讲 钟容易、钟容易 你现在中了一亿 这是好事 可是因为你在昏迷当中 请问你有感受到吗 你根本感受不到 这时候你晕倒在地上 你没有防备的情况 旁边的人踹你两脚 是不是很有可能 会更加重你的丧失 所以这个就是日主受克时候的一种现象 所以当你日主受克的时候 请你记得低调保守 我常常讲的 多吃、多喝、多睡 当猪养 这时候不要出事为主要的依据 不要想着要让自己变好 只要先不出事 度过了这个危机 这时候再来拼搏都还来得起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帮我按赞、关注、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有最新的影片 你就可以随时接收到通知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